我們希望在新生公園創造一個輪影夢公園 讓未來身上人士無障礙同事 所有的市民在這邊通用使用我們的運動空間 建築師分享設計理念 原本新生公園網球場管理室拆除改建 打造未有室內涉及靶場 結合無障礙運動友善的特色運動場館 預計在2026年完工啟用 全國第一座實彈涉及靶場 而且我們的特色也是希望無障礙友善的設施 我們未來也希望讓身上朋友 能夠一起參與我們各項的運動 台北市長蔣萬安上任後 積極帶動運動風氣 讓台北市規律運動人口比例來到近四層 除了原有的12座運動中心 未來6年內要打造9座台北藥動館 今年4月在士林以兒童體事能為主的客牆館 已經動工 7月中山區新生館也要開工動土 第一章開工順利 未來的9座藥動館加上既有的12座運動中心 讓我們使用場館的人次能夠再增加25%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台北藥動館新生館打造輪椅夢公園 強調全齡無障礙的運動環境 包含體事能中心 綜合球場及室內靶場 戶外還保留游泳池、網球場等設施 提供市民運動新選擇 也將成為中山區新地標 即使邱世民台北報導